哎,大家好,今天跟大伙闹个课 昨天呢,猴哥出去了 看一个猴哥的老邻居 还有老的哥们吧 他特意上去看猴哥,当真是碰着我了 我们俩大伙都是啊 又吃的饭又闹的课,后上电影看 真的太大变化 所以说猴哥在这跟大伙说是什么呢 以前猴哥没出国的时候啊 就看到个外国人回来 很低调,一点不说话 哎,猴哥最后才看你的,猴哥现在也是 因为猴哥很大一大劫 但是猴哥在国内的时候呢 比他发展的还好,但是你看这十年 他发展的,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你看那商店还特别大 那什么工具都有,猴哥最喜欢上那种工具 商店去玩,最喜欢那种工具 他那屋有很多的工具呢 猴哥都有,但是没人的权 那毕竟是商店,猴哥太喜欢了 真的为这个老弟骄傲吧 有的人问他那店 他那店的西风五金 积电城里边,叫德宇西 积电设备,他什么都有 小到盆湖,大到气泵啊 电钻的各种电动工具啊 猴哥最喜欢的那种东西 我最喜欢的工具 所以你看那哥们干的多出色 他现在家产 我觉得那个工具都有上千万的资产了 真的干的很优秀吧 我们俩交往有几十年了 这个人很政治也很诚实的 所以说猴哥在这个 跟大夫说一什么关 交朋友很重要 交一个政治的人,孝敬的人 再好的人,你就记住 他不孝敬,你永远不要交的 你想他爹他妈 把他生到这世上养大 他都没交业,谁能交业 这个老小老弟就很孝顺 这个人孝敬父母 对这个朋友也特别好 那几年 为什么猴哥跟他有这么多心理交往 那几年我每年都卖泡嘛 他每年正月十五到我家 把猴哥剩的泡,所有的泡都买走 从来不跟猴哥讲一份价钱 我们俩就这么一来的建立交往 交情的非常好 国内相处呢 但是我们俩都各自有各的生意嘛 也不是走的太密 也不至于太平 但是我们俩相互之间都经常去问猴 经常在一起玩 如果有机会 你们到那块去看一看 这德语西这个店名叫 到那看一看 如果你们有一些朋友问猴哥 说买一些东西能不能搭理车 你要替猴哥 他指定的 这个人品呢 你们看了就知道 他的人品比猴哥还高一筹吧 这个猴哥不是吹 这个比猴哥还高尚 猴哥的人品赵人家还差一节点 你们去呀 你们提提 但是有时候他不在 他现在雇了五六个人了 加上他老伴也在呢 他媳妇也在呢 干这种电梯商店 为啥 这永远人们离不了这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跟食品店 像万一他们做的那种 便利店什么 有什么不同的 你就记得卖铁器 工具这种 它没有报纸器 你卖到什么时候都没事 而且这东西 你可能刚进的时候 它没涨价 但你卖卖它涨价 你就随着涨价买 这做生意 你可能误不到 但是猴哥是误到 因为为什么 我给三十七号说 我看这叫三十七号方圆综合商店 只要你到我们家 备有入了 店入了 吃的喝的 米面量全有 所以说你干超市这块 一定要获权 百货应百克嘛 这你记住了 你猴哥一天一守着 想你外国人为什么回来 像猴哥也是 但是你这个店里 猴哥看这个店里 为什么在加拿大里 加拿大那块有什么区别 你所有的工具都能诅到 从螺丝刀 到电钻 电锤 到车 大车 小车 集装箱 都有出租的 你都可以租 你不用买 但国内我不知道 有没有出租 猴哥是不知道的 但你就得买工具 但国外工具不允许借 他就邻居 左邻右手再好 你看猴哥俩邻居 猴哥出现场吧 比方你刚刚后 你就敲坏了 你不可以上邻居家借 那块没有借工具 得说 没有 你就要么就去买 要么就去租 加拿大很多工具都是出租的 你家猴哥搬家什么的 一两个 用什么车上的 猴哥都去出租去 那个有个叫 什么店的 猴哥经常去租工具什么的 工具又坏了 经常夯基什么的 夯基就不一段用了 那东西很好坏 坏了猴哥就去租 所以啊 不管做什么省 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做 做人品的一点点 就是有的人说 猴哥可能隔内也成大老板 那个也不一定 人人还是得的 猴哥有好多朋友啊 就在多伦多 可能就在开发区 你们可能就知道 一个很有名的那边人 骗了很多的钱 这个人生意做得非常大 现在进监狱了 骗了很多的人 这是真事啊 大连开发区 如果是大连开发区的人 银行打个比方 给你利息给你一分 他给你五分 甚至一毛 坑了很多人的 有猴哥的朋友 亲近 我外上 也被他骗了十来万 都是投入他那里 他给你很多的 高额利率啊 高出银行很多倍 现在也出事了 所以人到啥时候 你别做别占便宜 他他是从小生意做 你看就我说 这个德语系这个店 他就从欧州以后 走以后他改行的 就这十几年期间呢 发展到价钱上千万了 这就是人呢 本本分分做生意 脚踏实地干的 做点实体 因为他有店嘛 越干越大 越干越大 现在是四五个店面 都让他自己一个人住店了 每家都一般都一个的 他是五个店铺 这人干得很好很好 后哥很佩服的 他的人品比后哥高一大 交个朋友很重要 应该别交什么朋友 见面这些你吐槽 我怎么这么过去不好 谁对不起我 不要交这样的朋友 交朋友要交一个 乐观向上的人 什么事 请你叔叔好事 像你报喜不报忧那种朋友 这你交 你记住 如果有了到店里面 是报忧是述苦 原来你猴哥猴嫂 在多伦多就有这样的朋友 净像他说 多伦多怎么怎么不好 在国内不出来好 既然出来了 就不要想再回头 拉拱没有回头见 既然出国了 就在外面好好踏踏实实地干 就像猴哥一样 猴哥要不出国 在国内多好 你能去后悔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掉 走过的路不要回头去想 既然走到哪 干到哪 就好好的 咱们重新干出一番天地 猴哥虽然没有什么 太大的资产 但是我的儿女呢 都挺好的 这是人们的一个期盼吧 咱们这个中国老人 不都这样吗 儿女好比啥都强 就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猴哥在这里 跟大伙说说 有个网友问猴哥 踢猴哥能不能打折 你要去了 见着这个老板姓王啊 你见着踢猴哥 肯定能搭载车 这猴哥百分之百保证 但是呢 他不在猴哥没办法 因为他有时候不在 他雇了很多人 猴哥十分佩服这个老弟 真有能力啊 因为他原来做食品 你跟他往他一点不搭边 猴哥一小时候 我二十一岁 跟一栏的说 猴哥开过这个 四轮配件商店 猴哥从小到大 就喜欢这工具 也特别爱惜这东西 你看猴哥家的车库和车 猴哥收拾真的很好 有好多干员役的车 造得特别脏的车流 都是票据 猴哥干活不是那样 你上我家也能感觉到 猴哥是个什么 你见面就会知道 猴哥是喜欢 非常喜欢干净 猴哥已经干活 你整个干净利索 猴哥为什么干活 客户这么喜欢猴哥 愿意猴哥给他们干活 你多花点钱 人家也愿意找你 你给你收拾干净利索的 干完 有始有终 这样人们 有的人用猴哥都十年了 还在找猴哥干活 人一定要做些踏踏实实 你看这个王老弟 惯的多好 猴哥建议你们 如果有机会到处看看 跟这个人做个朋友 交好朋友 跟你的人生成长 很大关系 你父母 把你培养的是事 但你交的朋友 很关键的 有的朋友 把你坑了 有的朋友 把你带起来了 这样猴哥这回回来 看到很多 有一个弟弟也是开门店 开的也是相当的 好了 都是我们一趟房 现在在三十强 干得很好 还有这个弟弟 也有一些 像猴哥说的 放你高国贷款 造的 什么也没有 也有 猴哥就不一提名了吧 好了 猴哥就不说太多了 今天就跟大伙乐乐这些 谈谈自己的感受吧 出国吧 怎么说呢 还在国内混 真的很好 但是我们猴哥 我们不能回来了 已经出国了 就在那种 安安稳稳 你干的什么 人到哪儿啊 本本分分的 没有错 一定要 实实在在对人呢 好了 今天就说这些啊 这些啊 感谢观看